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总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 温度强,测温不准 容易被外部的因素影响 如果你想要获取最新最乐最精彩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政府制定的SOP下 商家们一定要替顾客量温度 确保每个顾客在体温没有超过37.5度 才可以进去店里面 因此温度强已经成为热门商品 原本只需要大概30块左右的温度强 如今价格更是飙升到几百零级了 因为要开门做生意和避免被enforcement对付 商家们也是被逼以高价购买这些产品 不过用过温度强的人士或许会发觉 其实每次检测体温都可以相差很大 这也是引起了对于温度强不准的质疑 首先来了解一下究竟温度强的原理先 任何温度的物体都会有热辐射 物体温度较高 孔外辐射功力就越大 相反 物体温度越低 辐射功力就越小 孔外测温一通过测量孔外辐射的功力 就可以知道人体的温度 孔外测温的游宜是不需要接触 测量时间短等的优点 在公共场所测发烧的人群就被广泛使用 为什么会出现温度不准 其实如果不掌握测量原理和方法 测出来的温度 结果会出现比较大的误差 总结起来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 第一 温度墙和额头的距离 距离人体大概五个cm的距离 便可以测出相对比较准确的温度 如果太靠近 或者是太远 那测出来的温度 肯定有偏差 第二 环境 环境温度过低或者过高 都会对温度强的准确度产生影响 例如刚筹筹开着Aircon的汽车 或者从寒冷的室外经过 他们的测试结果都会以人体真正的核心 温度产生比较大的偏差 第三 手握温度墙的姿势 温度墙前端是需要接收辐射能量的感温头 如果偏斜 热能不能完全地积极在感温头 导致测量结果不能准确反射体温 因此使用时要使枪头针对着额头 就像打枪一样的姿势 民众可以多尝试几次 测温的精度保持在0.3度之内都是在准确的 有疑问的话可以重复多测几次 比较其中的差置 如果每次都在0.3左右的温度 加减0.3度之内 说明是比较稳定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看了这个视频还不错 可以帮助到你或者是你的朋友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